大家好,我是东哥,今天有一个粉丝联系我,想让我帮他找一只小体的泰迪啊 他现在家里面有一只,买的时候呢,卖家告诉他 是小体的,成年四五斤五六斤重啊 现在长大了十几斤,感觉上当受骗了 想让我帮他再重新找一只,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要小 我发现国内人买狗啊,中国人买狗养狗啊,有一个习惯就是 追求极致,一些中大型犬呢,就追求大 啊,追求什么,大头版,大脑袋,大骨量,大个头 导致生出来一批,就是四不像的一些品种啊 比如说,什么猪版的拉布拉多,熊版的阿拉斯加,熊版的萨摩 什么锤细的德墨,像小型犬呢,就是追求小爱 它越小越好,小到极致,什么茶杯体,微小体,小体 其实你去百度一下啊,每一个犬种 它都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范围的啊 在这里所说的标准并不是固定死的 这个狗,它的体型就应该是多少多少,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啊 比如说这个母犬,它的体型肩高是30到40公分 公犬35到45公分,是吧,或者说一些小型犬 像泰迪的话,18公分到23公分,或者是25公分到30公分 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啊,并不是越小越好,也并不是越大越好 有时候像一些中大型犬太大了的话,它就失去了它本身的那 嗯,它的价值啊,它的作用 你像什么猪板的拉不拉多,你本身拉不拉多 它就是作为一种狩猎犬,是吧,一种巡回犬 嗯,帮人打猎用的,它那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都搭拉着 你你你你,它自己他妈走路都都 都都不顺道了,你还让它去帮你去 去打猎,帮它帮你去,把那个猎物给叼回来 然后什么锤戏德木,是吧 嗯,你那玩意儿,它,你看人家那德木都威风凛凛的 对吧,都作为呃,军警工作用权 你整的跟那个猪一样的,整的跟那个大,那什么脸长的 跟那个藏鸥一样的,你,它有什么威风吗 它,它怎么去,哎,走,走几步路都累得气喘吁吁的 你还指望它去当警犬,当军犬,是吧 一些一些小型犬的话,嗯,你追求它小 它体型本来说你比如说它20公分的体型 你非得追求到15公分,非得追求到越小越好 它小的话就导致它的体质就会很差 对吧,容易生病 然后另外呢,那个那个胳膊 那个那个不是胳膊,那个腿啊 就跟筷子那么细一样的 从,你可能从他妈 沙发上掉下来,腿都能摔断了 那种你追求它干什么,我都搞不懂啊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啊 并不是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某一类人决定的啊 它是所有的人,所有在这个玩狗养狗的这些人 你包括繁殖者,包括倒卖者,包括这些买狗的,养狗的这些人啊 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市场的话 那繁殖者他就是不会去繁殖 反而是大众都去喜欢,都想去买这种狗啊 才导致繁殖者去繁殖它啊,去产生利润 如果说即使是大众喜欢 对吧,你作为繁殖者啊 你要是追追遵循这个狗的一个标准 你不去迎合这个市场 对吧,也不会出现这种狗 所以不要怪谁啊 这个是大家一起 把这个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啊 另外呢,大家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走生又体重来判断这个狗的体型 并不是这样啊 你说一个120斤长得1米8的人 和180斤长得1米5的人 他那个体型能一样吗 对不对 他要去根据这个狗的肩高啊 就是肩膀的高度 然后体长他的比例啊 去判断这个狗的体型 并不是体重啊 体重不是标准啊 还有就是 我卖狗啊 从来不去跟人家去包体型的啊 呃,体型呢 有80%都是由基因决定的 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人为的不可控制的啊 你比如说现在像这两只狗 呃,同一窝的啊 比熊都是母的 现在都成年了啊 呃,左边这一只体型就很小 右边这一只体型就比较大一些 呃,当刚开始我拿来的时候 两个月的狗啊 体型都是一样的 到后来就产生这种极大的反差 呃,这个并不是说你 有一些经验 凭经验啊 从小也能看出来一些体型啊 但是呃,真正等到长大了啊 体型是什么样子 还是会出现一些误差的啊 这种东西 如果说他能给你保证百分之百呢 绝对是骗人的啊 还是劝大家不要去过多的在意狗的这个体型啊